大家好 我們繼續來看 趙孟夫每日一字 好 那 今天呢 我要來介紹稍微複雜這個字 好這個字是意 不可失意的意 就是失意 那我們來看左邊呢 它這一數是一個 代表一個鹽 鹽部 那右邊呢 是那個 意 意氣的意 要注意這種寫法 好 那這個是蠻特殊的 反正這個在草色寫法 才會這樣寫 一般呢 我們很少 行書寫成這樣 好這樣 人家看不懂 好 那我們知道 意呢 本來是一個鹽部 對不對 那鹽部呢 的省略就很多 好 好那我寫比較型 卡一點比較正 正常意大概是這麼寫法 好這沒問題的 然後呢 我們說 左邊的鹽部可以寫成這樣 這是沒有問題 或者是有的人 像趙孟姆很喜歡跟人家不一樣 多一個點 也有 也有 那右邊的意呢 就蠻多寫法的 我們注意看一下 第一種 我們說 可以這樣 轉一圈 上面這裡 第二種是兩個 這樣轉一圈 再來寫 好這轉一圈之後 再來寫這一個我 我 這是我 這樣 這邊也是一樣 再來寫這個我 當然這個橫歪要長短都可以 我只是現在寫一個概念而已 那有時候呢 它會省略 實在太多橫歪了 我們說會省略成 這樣 好 下面那個就不要了 好 有時候不一定彎 直接下來 然後這樣上去 這是在 聖教訊裡面的寫法 至於呢 好 到最後我們可以看到 比較一下 好 它 把一些 上面這裡 類似 這邊 但是呢 這裡變成這樣 這就是一個 奇怪的演變了 不管它 反正就把它記起來 這最後面這個 單獨一個 E也可以這樣寫 或者 不要翻上去 直接下來 也行 好 那這個字很容易跟哪個字 搞混 跟我 單獨的我字 單獨我字呢 就只要一撇 好 這樣 就少一個折痕 然後過來 好 這樣子 所以呢 注意這兩個不一樣 第一個只要一撇 好 這意是這樣 這兩個要弄清楚 好 談的蠻多了 我們還是回過頭來 寫一下 我們這個字 一 倒一的 不可思議的一 右邊是倒一的一 好 沿布呢 最簡單的寫法就是這一撇了 好 我們照著寫加重 起來 再來左邊一個點 帶到右邊 加重 甩過來 折一下 帶上來 好 再轉一個大圈 挑起來 連續動作 好 這裡加重 撇 這把點 一點 抽出來